哈囉 我是湘婷 當手機的電量低於20%的時候 手機都會建議你要開啟這個低耗電模式 但是你都要手動開啟 那今天這一集就要教大家 如何讓這個手機幫你自動開啟 那這麼簡單的小技巧我們馬上來告訴大家 首先我們要先用到的就是捷徑App 大家先把捷徑找出來 找到之後點進去 然後選擇中間下面有一個自動化 然後點選製作個人自動化操作 滑到最下面有一個叫做電池電量 我們點進去之後就可以開始設定這個 你要設定成多少percent的時候幫你自動開啟 那我先設定30%的時候會幫我開啟這個低耗電模式 好 然後點選右上角的下一步 加入動作搜尋低耗電 低耗電 選擇設定低耗電模式 然後再點選顯示更多 在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就是要檢查這個操作的選項 有沒有在選在這個開根關的地方 如果沒有的話幫我選到開根關的地方 選好之後呢我們為了要讓它跳通知嘛 所以我們再新增一個 我們按加搜尋顯示通知 然後加入點選後面的字做更改 就是你想要它提醒你的時候會出現什麼樣的字 那我先打開充電了 好 接著下一步 把執行前先詢問做關閉 然後按完成這樣就大功告成啦 所以之後啊 手機的電量低於你設定的百分比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幫你開啟這個低耗電模式 那平常如果你沒有用習慣的話 商廷還是比較建議你使用這個小技巧 因為啊如果你的電量已經沒有電了 或者是忘記充電其實都還蠻傷這個電池的壽命 那如果你把這個小技巧設定好的話 在之後你就不用再擔心有手機沒有電 或是忘記充電的問題囉 另外再分享一個可以解決腦人的小技巧 大家有沒有想過你的簡訊 手機的簡訊為什麼都會通知了又再通知一次呢 其實啊就是蘋果一個非常貼心的設計 它是為了要讓大家不要漏掉這個重要的訊息 但其實大部分好像都是廣告有一點點煩人耶 所以啊可以教大家就是用設定的方式 讓它可以自動的選要一次兩次三次到十次都可以 那首先呢我們先打開設定的地方 手機的設定點進去 然後選擇通知 在裡面找到訊息 然後在最下面的地方選擇重複提示 那在這邊啊就可以修改這個簡訊的通知 它是每隔兩分鐘就可以通知一次 那如果你是比較不希望它一直重複提示你的話 你可以選擇永步 那如果你很怕自己漏接這個簡訊的 那你就可以選擇最多的十次 那手機就會一直不斷的提醒你喔 今天分享的小技巧 如果有什麼樣的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那還想看更多的捷徑小撇步喔 也可以去看看湘婷其他的影片 那喜歡我們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要幫我們按讚 想要看更多的資訊要訂閱非凡daily 跟點讚臉書粉絲團 還有追蹤我們的IG喔 那我是湘婷 科技gimme5 我們下週見囉 掰掰